會不會分散了民進黨的選票 結果呢 只爽到了國民黨 什麼都沒有辦法改變 OK 首先我們要強調第一點 社會民主黨呢 是一個非藍非綠的路線 那為什麼我們說我們不是藍色 因為我們對國家定位的想像 跟國民黨是完全不同 那另外一個說 為什麼我們說我們不是綠色 是因為我們和傳統藍綠兩黨 站的位置 我們是站在一般基層人民 跟勞工的位置 跟另外站在財團那邊的傳統 政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次選舉 我們談了大量都是勞工的議題 民生的議題 或者是年金改革議題 婦幼 兒童安全 那這些議題我相信 不論是藍綠的民眾 都會非常的有感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要去跟哪一個傳統政黨 當他的側翼或搶他選票 不是 我們要吸引的是 一些真正的 在乎他們自己的生活的選民 那我想這些選民 不管是在藍在綠中間都有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 只是想要出來跟民進黨分票的政黨 所以我想 網友應該可以安心 安心 安心 好 下一題也很特別 鬥倒大財團 鬥倒大地主 你們是不是共產黨 尤其我們看到媒體上 你們會說自己是溫和的左派 我覺得在台灣有時候 左派 右派 大家搞不太清楚 聽到左派就覺得跟共產黨有關係 是 我覺得是被那個大 這個詞被中國共產黨就綁架許久 這樣子 對 我覺得先講一下 就是財團跟 剛剛是地主對不對 我們並不是要鬥倒他們 我們只希望就是說 他們因為畢竟是大財團 畢竟是大地主 坐有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資源 我們希望他們的資源 應該要拿出來 合理的跟大家共享 所以我們不可能鬥倒 因為鬥倒他們 我們也沒有資源可以跟大家分 所以就是說 那再講一個比較理論性的東西 就是社會民主的發展 其實本來就是從 要去修正資本主義的這個 就是它因為社本主義發展 所以導致有一些貧富 分配不均的這些問題 社會不公平 社會不正義的問題 所以社會民主的存在 其實不可能跟資本主義去脫鉤 那共產主義的話我想就是 我們並不是 並沒有把你的私有財產收歸國有 所以就是我們不是共產主義 這點可以跟大家保證 我們真的不是共產主義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台灣現在 比如說我們最知道的 國民黨跟民進黨 其實都是屬於右派 擁抱資本主義的 所以你們提出的很多是 勞工政策 或者是財產重新分配 重新看這個架構 所以是偏左的 好的下一題 第三勢力該如何整合 我們其實 這其實我是一個 我們就是月經題 日經題 日經題 每天只要出去就會被問到 對 那我們自己其實 還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常 應該看出來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視政策跟政見的政黨 就我們有各式各樣 是從基層還有各個社運團體的議題出發的政策跟政見 所以對我們來說我覺得只要是政策跟政見上 是有共同的方向跟想法 其實我們都不排斥合作的可能性 對 可是我們比較不希望它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 或者是說我就是挺你 然後他用 對 就是相挺 一定相挺 絕對相挺 因為我們都是第三勢力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跟我剛剛說 它就不是符合我們所期待 那個社會民主的這個精神跟價值 就是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說剛剛其實星傑也講說 我們其實主要是政策跟政見 在理念的結合這樣的任何的結合我們都不排斥 那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結合純粹就是騙民眾選票 就是說因為一旦結合的話 我們就是我們可以共推不分區嘛 會有共同的政見 那等於說我們要為選民負責 將來就是說我們一旦大家結合結盟 就是成為一個政團或政黨的話 我們必須要就是為未來的四年去做一個想像 所以我們等於進去之後 我們要推共同的政見 共同的就是說共同的一些做法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騙騙大家選票 然後等到進去之後各自為政 然後就分開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我覺得大概也是從新聞上的感覺 因為其實之前因為那個萬華區 是說因為Freddy說要參選 結果政民黨的范園也出來 或是大安先 他們都要選大安 對 然後就變成說是不是都沒有溝通 會有這樣的印象 事實上其實你們跟其他第三勢力的候選人 也是認識的 當然啊 所以怎麼會那麼沒默契 他都是之前的運動者